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大家没有在录音室里面 然后律师娘帮大家看Jesemie 她根本就应该去韩国当那个女艺人 我不知道她这么漂亮 为什么要在烤箱 不是烤箱里面 是这个烘焙室里面烤点心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香芋 是你自己自创的品牌 对不对 是 香芋首作点心是做哪一类的点心啊 你们有哪些产品 我们主要是以凤梨苏为出发点的伴手礼品牌 那其他还有一些意识脆饼啊 曲奇饼 棒干刀等等之类的手作甜点这样 香芋就是香味的香 然后芋这个是芋史大人的芋 对不对 是 你怎么会想取这个名字呢 香芋 有什么来源吗 其实她当初是讲说我与凤梨苏的相遇这个故事 哦对对对 相遇她的那个谐音很像两个人相遇在一起 嗯 所以你从小 因为其实她现在还是很小 我刚刚有问过她才26岁 一个26岁的老板娘 长得漂漂亮亮的 为什么不去韩国当艺人 要来烤凤梨苏呢 因为现在夏天呢 在这个烘焙室里面应该是温度非常的热 然后你在烘焙室里面也是穿这么漂亮吗 没有没有 因为里面做东西啊 头发要包 衣服要穿围裙 所以其实就是很朴素这样 为了我们食品的安全 所以你的所有的产品都是你自己下去做的 对 从小就很喜欢烤焙 就是做烘焙相关的这些点心嘛 没错没错 谁教你的 嗯 自己以前的时候有跟一个日本的师傅学 那后来啊 我有去日本净收甜点这部分 哦 所以你是就是家人就是一开始就是很赞成你去做这个行业 所以就让你去学这样的东西 大概几岁的时候去触碰到烘焙这一块行业 我大概今年是我接触烘焙第十一年 第十一年 你不是才二十六岁吗 从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到现在 高中大家都在念书 交男朋友 然后跟联谊 然后你跑去烤凤梨苏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很想赚零用钱来买东西 那我就拿我最拿手的凤梨苏 然后去市场摆摊啊 或者是买一些爸爸的亲朋好友啊 哇 你也太老了 你高中的时候就自己烤那个凤梨苏 然后跑去市场摆摊 怎么会有这样的热情啊 你到底真正热情的是做生意创业 还是就是喜欢烘焙这个 这个嗯 就是手作的这个过程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就想说 我想要当老板 我想要赚大钱 嗯 那后来的时候又想说 那我做老板 我想开个店 嗯 那我当然是用我最拿手的凤梨苏 作为出发点 嗯 对 去延伸到现在去创立自己的手作品牌 嗯 所以就是刚好又喜欢做生意 然后当老板娘 但是你又喜欢烘焙 所以就把这两件事给结合在一起 没错 嗯 那烘焙对你来说 就是一开始学的时候 你就真的是想要把它拿来赚钱吗 还是那时候就是有什么机缘 所以你开始烘 烘出了你的第一块凤梨苏 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没有想太多 因为高中的时候嘛 小时候我们 也是上家政课 对很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做出来那么好吃 那么香喷喷 嗯 对 被你一讲都流口水 哈哈哈哈 那你的凤梨苏 其实坦白说啊 现在台湾做凤梨苏的厂商非常非常多 不过会这么多厂商去做凤梨苏的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像一些观光客 尤其是对岸来的 他们其实非常喜欢 呃非常喜欢买台湾的凤梨苏 因为台湾的凤梨很好吃 对啊 那你在做这一块的时候做凤梨苏 不会想到这些强大的竞争对手吧 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说 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凤梨苏的传奇嘛 就是他开在这个野外 但是每天都有那个一车一车的游览车开车 开过去 然后去买他们的凤梨苏 而且你会发现说 当你快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快到了 因为一路上全部都是凤梨田 对啊 他算是台湾的一个凤梨苏传奇 然后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的关系 所以你觉得全台湾好像都在卖凤梨苏 那你觉得你那时候在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 有没有想说 让你的凤梨苏或你的产品 跟别的其他的烘焙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凤梨苏 它传统的配方就是会添加苏油 那苏油啊 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其实是有害的 它是包在外面的那个饼皮 对我们所谓的饼皮嘛 会加大量的苏油 这样才好吃 对它酥酥的嘛 但是我其实我就是不想要让我身边的人 家人吃到不健康的凤梨苏 可是这样怎么会好吃 它的口感就会比较不像传统那样掉屑屑 会反而比较像饼干 对 就是虽然它跟我们一般认知的凤梨苏的口感不太一样 但是你让它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好吃 是 所以会比较脆就是了 会比较咔滋咔滋的感觉 像在吃饼干这样 那你会像你如果说这样做出来之后 你要怎么去告诉大家说 我的凤梨苏跟大家不一样 基本上我们当然是用情商的方面去推广 你现在都用什么方式 因为你要对抗这些台湾的大鲸鱼 对目前是用脸书粉丝团和即将上线的观望 你们的脸书粉丝团叫什么名字 香芋 就两个字 所以搜寻香味的香 然后芋花园的芋 香芋就可以找到 其实我上过你们的粉丝团去看过啦 里面看到很多那个老板娘媚媚的照片 所以现在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很好奇 为什么律师娘一直讲说 这个老板娘好漂亮好漂亮没关系 我跟你讲 你现在就立刻拿起你的手机 然后在那个脸书的上面搜寻 香芋两个字你就可以马上看到那个 Jasmine的模样这样 所以呢 你那时候是想说是不是 因为我看过你们产品的包装 上面还有一个 呃一个像女孩子的那个形象 对所以你在 在当初在想象说好这个产品 凤梨酥酥做出来之后当然很好吃 但是我想说要怎么去做这个外包装 让人家不一样 我想你应该 大概有把自己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给投射下去 所以一般我们来看其他的凤梨酥的品牌 如果以我自己啦在外面看到 就会发现说 大家要不呢 就是弄得很豪华的包装 要不然就是说 可能为了呈现台湾的在地形象 所以就是土土的 譬如说我有看过说 有人就是把这个凤梨酥做成台湾的形状 这个也是一种号召 那你自己在做外包装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跟思路想说 好我这个凤梨酥的外包装跟形状 然后怎么让人家觉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是其实我只知道说我从小很爱漂亮 那对于美的东西也一向爱不释手 所以呢我想要将我自己和我的东西 把它呈现一个美的状态 呈现给大家 让人家看到凤梨酥不会觉得说 哦很俗气或者是很传统的感觉 有一种焕然异新的一种 对啊所以我看到你的那个 凤梨酥的包装的时候 感觉有点像看到保养品 因为上面有一个女生 可是如果说这个拿来送你其实很不错 像我自己就会想说 比如说用来做在 米月蛋糕如果是生女生的时候 然后送这样子的外包装的 呃就是手作点心给大家的话 也就会让人家看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女性的感觉 对你有做过就是满月礼吗 有那通常你们的客户如果做 你啦你的客户如果做满月礼的话 通常都是订什么样的产品 基本上他们会配棒蛋糕 和一些手作的意识脆饼的组合 哦你们有特别的就是针对像这样子的客群 去做这样子的设计 我们会针对新人 然后他想要什么我们去帮他做客制化 也有做过喜饼吗 有哦 那这些人是怎么接触到你的啊 因为我想一开始哦如果新人在挑喜饼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是上网去搜寻说哪一家喜饼好吃 然后可能他就会说脸书说 大家都说请问脸书大神 大家推荐哪一家人喜饼 那你会发现大家再推荐就是那些锅叉叉啦 什么就是都是那些很知名大品牌这样 那这些新人你有没有问过说 他们是怎么去接触到你的 因为要去选择一个非大的厂商 然后在这个一生当中的大事 你当然希望不要出错啊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定的信任度 那你那时候没有跟这些新人聊聊 说他怎么把这个信任交到你手上 然后会去找到你 然后就是愿意去用你的产品来当作 因为一辈子通常只有一次 对不对就是会去选择你的产品呢 你有问过他们说是怎么找到你的吗 其实我主要都是以朋友的口碑 口耳相传 因为他们知道我用的东西是绝对安全 所以这我觉得是对我的一个信任度 才会想说那交付给我 去做这件事情 嗯 他们也吃的安心 送的也会很安心 欸棒蛋糕 我之前是有听过跟吃过柠檬棒蛋糕 对那 棒蛋糕是也是 你做的也是柠檬棒蛋糕 棒蛋糕吗 我的是以经典奶油原味 嗯 哦不是不是特别柠檬口味的 对 所以棒蛋糕跟一般的蛋糕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像常常的 对它的形状就是常常的好韧 嗯 那最主要的配方其实它就是奶油啊 面粉 嗯 它是一比一的状况下去做 嗯 那基本上我们一般外面的奶油蛋糕 它主要都是以蛋 嗯 去打发 嗯 哦所以吃起来是那种比较蓬松的感觉 对 软软的感觉 是 那如果相对而言棒蛋糕应该吃起来是会比较扎实 对对 嗯 奶油的成分 嗯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你说你做的产品还有 意大利脆饼 是 然后还有曲奇饼吗 是 还有呢 还有伊氏嘛 伊氏蛋白霜 嗯 它蛮多新人会使用在婚礼小屋上面 哦 就是二经理啊 很多小朋友都过来抢的那种 嗯 像棉花糖的小饼干 哦对啊 所以其实像你的产品都很适合用在那种 你觉得很想把 幸福分享给身旁人的时候 是 是也包含在我们商与的定义里面 嗯 对啊啊所以所有的产品都是你亲手做的 对啊 啊你怎么有想到要请师傅来做 目前我想要 安 固定我们的品质 哦 好好好 嗯就是希望说每一个做出来的产品都是像你所 嗯 想要给消费者的交代一样 是保障 所以要 如果要订你们家的产品 是需要先订做吗 还是 就是要买的或是现有的 其实我们基本上都是 您跟我们下单之后 我们才会开始制作 嗯 我们不会让它用 放太久 就是比较不会库存这样 对不会 欸这样有个好处欸 你就不用放那些添加物跟防腐剂 对啊对 就是您跟我说您明天要 那我就今天先做 嗯 然后明天再拿给您 这样您吃到的是非常的新鲜 嗯 所以像 呃你比较常遇到 除了像新人之外 会去选择相遇的是 像哪一类的客群呢 主要是以送礼为主 嗯 因为其实我们的包装非常适合送礼 嗯 比较大方和新颖的感觉 嗯对啊 因为看起来就是 比较不像说 你传统会遇到的那些大厂商 其实我也觉得说 现在台湾的一些新创业的人啊 其实还是有他的机会的 因为你会发现 现在一些大厂商 开始失去消费者的信任 嗯 因为啊明明其实你觉得 他做了那么多年 然后赚了那么多钱 但是不懂为什么 他就是要 呃为了省一些小钱 然后去做一些 可能会伤害消费者的 身体的事情 伤害他们的健康 然后最后爆出来的时候 其实对消费者而言 那种信赖度 都是很大的打折 所以像以烘焙品 烘焙的食品啦 我觉得现在很多消费者 其实会很担心 就是会担心说 我到底我吃到的东西 然后会不会就是 他们添加了一些什么样 因为你都想说 哇都是那些大品牌 然后那些大老板 对不对 这些老板可能在我们 我从我出生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这个老板 知道这个品牌了 然后我甚至从小到大 就是他的品牌长大的 可能不小心今天晚上 就看他在新闻里面 被靠的收铐 对啊 所以如果说像台湾的 这些小品牌 愿意出来 然后愿意坚守品质 然后愿意说 他去把消费者的健康 放在自己的第一顺位的话 那其实就是 对台湾的消费者而言 都是一种福音啦 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机会 因为其实大家都开始 对这些烘焙啊 或是对大厂商 开始失去的信任 对啊 那如果说这个你们 这些出来的人 哪愿意告诉大家说 你的产品跟大家 有什么不一样 哎像这些食品业 食品产品 你会想要说 去透过一些什么样的检验啊 有什么方式来跟消费者讲说 你真的可以信赖我们的吗 是我们凤梨酥商品都有经过 我们的营养标示 嗯 对有去做认证 哦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吃得很安心 嗯 所以像呃就是 会就是在那个健康的考量上 譬如说什么热量啊 或者是这些 你也是要考量到就是 甚至年纪大一点 他也不用担心说 他也是可以 就是偶而吃一点没有关系 嗯 所以这个算是你跟烘焙的相遇 相遇到现在的一些改变 那你觉得这个创业的过程 对你来说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你自己对创业的感觉是什么呢 其实我还蛮幸运的 嗯 因为一路上遇到还蛮多朋友 嗯 遇到律师娘也还蛮有缘 嗯 然后家人也都非常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嗯 你这样好像都没有上过班 对不对 因为你从你高中就在 就在摆摊子了 高中 到大学的时候也有在外面餐厅打过工 嗯 那毕业之后也有去饭店 嗯 也算是有凤梨酥的部门 嗯 嗯 面对客人啊 或者是面对最大量的制作生产过程的时候 该怎么办 嗯 所以刚好遇到的都是蛮优质的品牌 对对对对 对啊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会有一些 大厂商他会被爆料的原因就是 嗯 因为我们台湾的法规现在是有那个叫做什么 呃 什么 反件条款吗 就是他如果说你里面的员工去检举 检举你的老板有做这些 就是食品卫生的违反的问题 然后到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拿到奖金的 而且那个奖金的金额还不低哦 对啊 所以可能就是他好像是会跟他的罚款这些去联动 对那因为如果量大的时候那个罚款很惊人 那拿到的这个奖金也很惊人 所以你会发现说 欸怎么以前这些大厂商 对不对就是五个 欸几个圈圈的这种厂商 为什么以前没有爆出来 怎么现在才爆出来 对啊 因为他们其实是里面是有内建的 对啊那如果说他出来爆料的话 就就会知道 所以要提醒大老板就是 现在是有这种就是间谍条款的 就是大家还是要想说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被爆料的时候 赶快那个 就是要自己要懂得去反省监讨 然后赶快去改善你的流程 因为如果你今天的法规这样规定 我相信哪一天你扭到员工的时候 反正员工去爆料的时候 也可以拿到一笔钱 所以刚好你那时候去打工的这些厂商 都是非常优质的厂商 是 没错 对啊所以 其实我相信这些厂商现在会因为 就是反而是那些比较没有 把消费者的健康放在心眼那些 呃大厂商的关系 反而他的生意变很好嘛 对啊像那个义美啊 义美就是本来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个 比较传统的品牌 但是现在你好像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 那个义美的分店一直去开 对啊那可能就是属于说 呃比较去坚守到自己的 原本的一些理念 然后就会让说消费者说 哎反而你看到其他的大厂商 有这些就是对消费者 比较不友善的行为 你就会相对有人去靠拢 所以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如果说哎愿意开始创业的时候 就因为坚守这样的理念 然后一直坚持下去 谁坚持下去的话 对台湾的消费者 其实是一大福音 好那我先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聊就是相遇 就是呃来来聊您跟相遇之间 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相遇的状况 好那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午后进化论 我是律师梁宁静如 今天的成长共学团 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 美美的创业 创业要美美的 为什么会说创业要美美的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 Jasmine 她是相遇手作点心的创办人 可是她才26岁 而且长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会觉得说怎么可能 这么漂亮的老板娘 怎么可能自己做凤梨酥 然后结果后来真的问她 当然我没有去她家看她 她才有没有自己做凤梨酥 但是据她所说就是她真的是自己 每一个产品都是她自己下去做的 然后这么漂亮 但是那个 她当然她出来外面也是打扮很漂亮 可是可能在烘焙室 你就没有办法 因为非常热 你有没有去看过你们的烘焙室 平常烤的时候 那个温度计大概是几度 其实现在天气很热 大家都知道 然后大概都会落在30度那种 嗯 汗流测背啊 可是那你这样的话 不会觉得做餐饮乐好辛苦 蛮辛苦的 但是我还蛮乐在其中 嗯 像我昨天去逛夜市的时候 其实现在台湾的尊敬的温度啊 你就算到了晚上的时候 其实还是非常热 对很热 然后我觉得经过那些夜市的摊贩 就觉得 哦真的有些人好辛苦哦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摆过摊 你知道吗 欸你不知道 哈哈哈 因为我以前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 就是跟我老公 那时候我们两个 他其实他小时候他们家是开面店的 应该是说到大学为止 他们家都是开面店的啦 然后所以他就一直有那种 很喜欢创业的协议 所以他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他交往 他就想说 那我们两个一起来做生意好了 那刚好又有那个朋友想要投资 结果我们两个就在大学才刚毕业那时候 好像二三二四岁左右嘛 大学毕业好像23岁 我们两个就跑去开了一家火锅店 可是你知道火锅店一百多坪 你没有一百多个座位 然后当你坐满的时候 你请的员工喔 我们那时候算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有三十几万 嗯我们就这样开始创业 然后后来大概开 不到两年就倒了 哈哈哈 因为第一次创业嘛 真的 然后就是你真的是消耗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相遇的模式还好 因为你们是就是客户定了 你们才开始做 那你没有库存的问题 对那可能因为你都又亲手做 所以你也比较不会有大量的员工要去耗损 其实前一阵子有听到一些高饼 也是很有名的老店 他们就去更改那个标签 有没有 对就是过期的 他就想说好吧 那我再放 其实我会相信他更改那个标签喔 他们的品质其实还好 应该是还可以吃啦 因为以台湾的添加物的程度 应该也没有坏掉 但是可能大家就是对这个 这个行为比较不能认同 对那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开火锅店 他可能比如肉啊菜啊那些 他其实是会消耗掉的 还有你为了要准备这个大量涌进来的客厅 因为用餐时间嘛 对啊 所以你也必须准备大量的员工 所以我们一下子都撑不住很快 就待不到两年就收掉 那后来我们就想说 欸这么大的店很难撑 我们干脆去开很小很小的店 我们就开薯条外带店 然后就在夜市里面摆摊炸薯条 然后炸鸡 第一家是在三重 然后后来有再开几家分店 但是真的很热很热 夏天的时候你那个已经温度很高了 然后你又在那个油炸鸡旁边 那个温度很高 然后因为你整个那个循环不好嘛 你在小店面里面 然后那个温度一直在里面循环 就是非常热 所以对我来说 真的创业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可是呃他跟上班很不一样 因为我从那个开始就真的 我这辈子那很少上班的那种时期 就大学的时候打工是在上班 后来大学一毕业 开始开火锅店开薯条店 然后最后薯条店结束的时候 那时候我老公就是考律师 然后他就自己开律师事务所 所以我几乎我的一生当中在职业上面 几乎都是在当老板娘 就是没有在在那个上班的时间很短 只有在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创业就是可以跟你聊一下说 嗯 他好像跟上班比起来 其实真的很不一样 对 让你有活着的感觉 你在创业的过程中就是 也会有一些你对创业的想法 比如说创业带给你什么样的热血沸腾 或者是说你自己制作的产品 当人家喜欢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呢 其实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相信我可以 那大家也都会愿意给我机会相信我 嗯 所以我会毫不犹豫的踏上这一条路 嗯 然后我为的只是要选择我要的生活 嗯 去创造自己的工作 嗯 欸你觉得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呢 我觉得 首先要把自己给顾好嘛 嗯 对那自己顾好了之后 譬如说可以每天美美的嘛 哈哈哈 这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其实这就是我对生活的 你觉得创业里面 让你觉得你得到你想要 生活的部分是什么 它会让我很有憧憬 嗯 因为做的都是属于自己的成就 对 而且你可以决定 每一件事情 譬如说你今天去上班 你觉得什么东西对消费者好 可是你的老板不见得要买单 对 但是你在你的相遇里面 你就可以 嗯 觉得我觉得什么对消费者好 我就去做 而且你是可以决定的那个人 对 而且会来的回馈 会觉得说很真心很真诚 嗯 一定会有一些 嗯 粉丝或是消费者 他会透过一些讯息 告诉你说你东西真的好好吃 对 对啊那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会觉得 我觉得 这算是我对成功的 一点点的进步 嗯 因为今天多一个人 给我的回馈 那也就是给我的鼓励嘛 肯定 对啊 那会想要让你 下一步想要继续怎么做呢 嗯 基本上我还是想要让相遇在台湾 这块有一点点的知名度 嗯 对 可以越来越多人知道相遇这个品牌 嗯 想要买鳳梨书之前会想说 欸有相遇这个品牌 嗯 那要不要还是看看呢 嗯 所以那你有考虑过说 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你有没有想过说想要找什么样的伙伴 或是你的呃 接下来的生涯中 你希望就是加入什么样子的 因为每个人他擅长的不一样 你可能可以做出很好吃的鳳梨书 但是或许你在某个部分是不足的 你有没有觉得在你创业创业的这个 在相遇啦这个品牌上面 你会想要加入什么样子的元素 跟伙伴来帮忙你呢 其实目前 自己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 目前我有行销的顾问 嗯 对有人在帮我操作这一块 嗯 嗯 那他都是给你什么样的建议 主要都是以客人为主 嗯 他们想要听什么 或者是他们想要什么 我就会朝这个方向去进行 嗯 就是去聆听客户的声音 对 因为我在你的粉丝团上 看到不少个影片跟贴文 都是你拖着行李箱 是 然后去送货 你真的很难想像欸 一个26岁 然后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女生 自己先在他的烘焙室里面做出 他觉得说对消费者身体好的 的凤梨一书跟烘焙点心 然后做好之后呢 他再这样风尘仆仆的跑去送到 那个他的客户那边去 你好像有一些客户是大公司 对不对 就是公司里面做一些团购 或是想要送给客户的时候 会特别跟你定做这个比较不一样的产品 对 因为基本上公司有些会有一点点的小的经费 嗯 那他们想要给员工吃到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小甜点 嗯 或者是下午茶 嗯 所以会选择我们 那基本上我想说 既然人家是相信我们 我们也要做出真心 嗯 即使再累 外面天气再热 我们也要送给他 不过大概外面的天气现在是比烘焙式还热 对真的 所以这个送货的过程也是很辛苦 是 嗯 那你那时候 你那你当时那时候 高中在摆摊的时候 卖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产品吗 凤梨酥吗 对 一样的凤梨酥 但是外皮跟我们的内线都有做 长达七年的调整 嗯 也是算卖了很多年 对 你第一步是怎么看 因为你有先去摆摊嘛 然后接下来又有去一些大饭店去 呃算是观摩跟学习 是 然后在当你踏出大饭店之后 你觉得你那时候是怎么开始你的这个事业 踏入饭店后 踏出饭店后 踏出饭店后 其实我又踏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什么 去日本进修 哦 先让自己的产品更好 是 然后去吸收他们的一些饮食文化 嗯 和对健康的一些想法 嗯 然后还有融合了他们日式的精神 带到我们的包装上 嗯 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跟台式的 欸 蛮特别欸 他做凤梨酥 但是他去日本去 对 他们也会做凤梨酥吗 没有欸 其实我是在台湾做完之后 嗯 去聆听大家的声音 嗯 然后再去做调整 嗯 所以说其实商芋是在日本 啟发出来的 嗯 对 因为如果你讲这个名称的话 好像地区是有带着一些 那个日式的风味 是 因为日本很多 呃 就是他们在物品的前面都会加玉嘛 对不对 然后他那个发音是 对 对 然后玉饭团 也是那个 或是你要吃饭什么 对 都是玉开始的 所以所以应该是说你这个 这个产品的那个整个形象 其实是带有一些日式的风味 欸你那你比较喜欢 跟就是日本的那种风格是 你自己比较偏爱的 因为我现在觉得好多很 很多年轻人都 其实比较喜欢跟韩风 哦 对对没错 可是你自己是特别喜欢日本的风格 因为我觉得起源于那里 嗯 那我就是要吸收他们好的地方 嗯 然后去融合我的东西 嗯 而且我觉得日本也蛮多 都可以学习的地方 嗯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那种 职人的风格 是是 嗯他们对自己的东西 他们有一个词叫做 未自慢 对就是对自己的 呃做出来的东西 他觉得很 自慢就有点像骄傲 对对自己感到骄傲 对啊 然后他就是 呃会对自己的产品 就有信心的 然后很骄傲 因为在这个东西上面 就是我做的最好 我是职人 对 那其实我也蛮欣赏日本那种 他对的品质的要求 就是非常的严格 然后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高 对 对啊 这也是你去日本可以学习到的精神 对 没错 那回来之后呢 你做了什么 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操守 相遇这一块 嗯 踏出去 然后面对客人 嗯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嗯 我现在在做这件事 嗯 我现在是相遇的老板娘 嗯 我现在是在做凤梨酥 想要给大家吃 嗯 有没有遇到你觉得比较大的困难啊 其实 大家都会看到我就会怀疑说 欸这真的是你做的吗 对 对真的 你真的很难相信欸 你真的觉得说 没有充去你的烘焙试看 就很难相信说 怎么可能 你是卖化妆品的吧 因为还蛮多人会想说 看了就会觉得 嗯 是花瓶吗 但我想要打破这个 人家的想法 嗯 想让人家知道说 嗯 打扮好 但是我也有能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嗯 所以你有像在粉丝团上会放一些就是 有影片有真相 是 有图有真相 对对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你在烘焙的这个过程啊 对 就把它拍成影片 然后放在你的粉丝团 大家都看到说 欸真的真的你是自己做的这样 对 之前有在日本然后有试吃会 嗯 那时候也是教日本当地的妇女 和年轻女生做凤梨酥 到日本去教教她们 欸是被邀请过去的吗 那时候在那边举办了两场 都是跟活动公司有配合 嗯 对 那你自己在台湾也有做像这样子的教学的工 烘焙教室啊 或是 在台湾 的话目前都是以摊位为主 就是有活动的摊位啊 嗯 或者是 被邀请 例如说之前有跟律师娘一起去 嗯 我办一个那个女性的创业市集 你有过来 是 嗯 所以可能你在那个 因为实在外形太亮眼了 所以可能在推广产品的时候 人家就会觉得很没有真实感 就觉得怎么好像不像是这么漂亮的女生 会去做的事情 把自己弄的那个 乐乎乎的 在这样子的地方去做 但是我想 女性创业应该有一些吃相的地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回来呢 请Jasmine跟我们分享 因为很多女生如果想创业的话 我们不要只跟她讲辛苦的部分 跟她讲一下 女性创业有没有什么比男性吃相的地方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午后进化论 我是律师娘林静茹 今天的成长共学团呢 为大家请到的是相遇手作点心的创办人Jasmine 那我们要聊的主题是美美的创业 创业要美美的 因为呢相遇是一个26岁的漂亮女生 那我自己呢也算是老板娘 但是也是律师娘也是老板娘 但是因为自己也做过很多年的餐饮业 欸我坦白说呢 我自己在做这个餐饮业的过程中 实在不是把自己搞得美美的 因为你知道就是 欸不知道也没有人看过 美美的鸡排老板娘 我那时候卖榨的时候真的就是 呃也不 你也不会去化妆 因为那么热那个妆会溶掉 然后可能回去害累人 我们那时候因为在夜市工作会打烊好 然后回家回到家大概三十点 所以你就是顶多就是洗洗脸 你也不会去做保养 因为累就累摊在那边 那又因为你工作到那么晚 所以你会吃宵夜啊 然后这个对身体来讲 或是你在夜市那个环境 烟味啊 然后油烟味啊 对皮肤的伤害都很大 所以我在整个做餐饮业 做老板娘的过程中呢 其实就是把自己烤的棚头垢面啊 然后我是丑丑的创业 创业要丑丑的 哈哈哈 对啊然后像你这样我真的觉得很棒 因为你可以把自己的形象 跟你的创业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 欸有没有问你说 你有没有在创业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 那你也聊到说 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漂漂亮亮的形象 就会让人家很难想象说 你怎么可能 愿意自己就是在那边 然后这样这么辛苦的 自己去烤这些 那个尤其你要揉面团啊 什么这些 其实有很多 欸我不知道凤里书需要揉面团吗 好像需要吧 对啊然后就是反正你说这些烘培业 就是要跟 有时候也要很花力气啊 抬东西啊 然后烤东西啊 这样 所以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说 他实在不太相信你愿意蹲下去做这些工作 对 然后可能就是你觉得比较辛苦 要去说服人家 还愿意跟你的形象相违背 欸我相信很多女生在创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譬如说 呃他这样飘飘飘亮亮的小女生 可能出去外面这个卖保险的时候就会被人家亏 或者是说呃 那个飘飘飘亮的人家就会觉得说 你有料吗你懂吗 比如说有一个漂亮的女生去卖车 人家就会觉得你懂车吗这样 这可能是女生创业的困难 因为你外在你觉得 其实你想要让自己维持一个飘飘亮亮的 不想要因为我做生意就把自己搞得很石板很严肃 或是丑丑的 只是可能因为会因为这个外表的形象 然后影响到对你你的信任度 可是我相信女性这个形象在创业上面 一定有一些比较吃香的地方 比如说律师娘好了 今天律师娘在这个粉丝团分享一些 呃跟婚姻啊女性相关权益的文章 我相信一定比男性更更有说服力 是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 哎你男生写成这样也不知道 你背后有没有怎么样 哈哈哈哈 你自己呢你觉得你以后觉得也不错 那个我是女性创业 可是我因为我女性的身份 在我的创业录上 我觉得有吃香到什么部分呢 甜头应该有吧 就像我刚刚说 其实会打扮嘛 如果他真的愿意相信我的话 他就会愿意相信我也是很安全 嗯 然后很保守的在做我的东西 都是一路干干净净美美的做下去 所以其实他吃到会觉得 我好像没有乱加什么添加物啊 嗯 或者是说很脏 环境很脏乱的去做这件事情 哦 因为女生爱干净 对 女生给人家感觉就是爱干净的形象 对 所以他反而会觉得 诶 那我啊 可以相信他看看 嗯 所以相对而言 好像女生跟男生比较起来 人家会觉得女生好像比较不会说谎 比较不会骗人 比较就是真心这样 对 所以跟张无忌他妈讲的不一样 哈哈 你知道张无忌他妈讲的什么吗 哈哈 就是那个以前屠隆记里面 那个张无忌的爸爸妈妈就是 呃 好像要被坏人害死了 对 然后那时候他妈妈 在要走之前就跟张无忌说 你要知道 越漂亮的女生 越会骗人 哈哈哈 对 所以我刚刚突然想到说 到底女生比较会骗人 还是男生比较会骗人 然后人家对女生 还是对男生的信任度比较高 突然让我想到张无忌妈妈讲的话 对啊 但是我相信是这样欸 我觉得一般人应该会觉得说 她好像比较能够相信女生 对 然后所以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度 也可能会比较高 对 所以女生如果要去当大便集团 也比较容易 哈哈哈 那 呃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就是说 你觉得说 我想创业到现在啦 你大概觉得说 欸 创业对你来说 呃 大概是 你接下来还是会一直走下去的支持 对 那你想要跟就是 如果有女生她现在在上班 可是她觉得她还不够快乐 不够实现自我 好像在职场上 好像就是被 有时候职场上真的是女生比较吃亏 对 第一个就是你可能就不会跟人家斗争 所以男生就是故意 故意会 吃人够够这样 对啊 或是用权威性的态度去压你 那可不可以鼓励一下女生 就是出来创业对女生来说 说有什么快乐 然后可不可以给这些 呃 她还在上班 但是有点想创业 不太敢出来创业的女生一些建议呢 因为其实你也走了蛮多年创业的路 而且你这么年轻 嗯 是 其实我朋友也遇到一样的状况 嗯 然后他们也会跟我询问一下意见 嗯 那其实我就会跟他们说 你首先要知道你 优缺点是什么 哦 对 因为其实 优势 所以成功最主要的特质 其实就是优点嘛 嗯 嗯 对啊 那缺点就是要想办法克服它 嗯 然后再来就是要想清楚 你很爱做 嗯 而且不讨厌的事情是什么 嗯 然后再试着想清楚 如何靠你喜欢的事情赚钱 嗯 这我觉得很重要 嗯 对啊 所以把兴趣当作 赚钱的工具的话 真的 它到头来可能还是一个压力 嗯 哦对啊 其实我也是觉得说 如果说 嗯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啊 在创业这条路上 嗯 有时候你上班 如果说只是为了赚钱 那个工作内容 不是你那么喜欢 那么有热情的 其实做起来真的是很累很辛苦 对 可是创业这件事情 你或许就有机会去选择 你有兴趣的工作 我想想刚刚我跟那个Jesemie聊的 说 欸你今天假设 就算这个工作的职务 是你喜欢的工作 譬如说你是电子业 你真的很喜欢科技类的东西 可是有时候你在工作的 嗯 内容啊 或是想法上 理念上 嗯 可能跟老板不一样 你觉得这样比较好 可是老板就是不认同 你有时候不是 能够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 可是如果走到创业路上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做的兴趣 然后那个理念啊什么啊 都可以照你的想法去做 其实相比起来跟上班 其实可以让自己过得比较快乐 对 但是就会有创业的压力 对不对 你有没有过什么样的创业的压力呢 目前是卡在行商的部分 让我有非常大的压力 嗯 对因为其实产品很好 然后而且你也觉得说 你的理念就是为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是 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告诉大家 对 那我可以给你建议好 哈哈哈哈 因为我自己是做社群起家的 但是可以讲一下说 现在的社群最大的辛苦 就是触及率的问题嘛 对 然后你会发现说 那个你写的文章 你很认真写 然后但是就是 脸书就是查查的 给你的那个触及率那么大 我觉得现在未来的趋势 就是从线上走到线下 以我自己而言也会在网络上 虽然说我的这些发布讯息 是在网络上 可是我会做的一些活活动 反而是在现实生活 就是约大家出来办活动啊 这些 所以其实我觉得跟那个 Jason也可以聊到 就是产品很优质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建立这些紧密感 譬如说我也认为说 我自己的行业 或是我自己办的活动很优质 然后我就会建立说 跟消费者之间的一些熟悉感 比如说你常常来参加活活活动的时候呢 你其实在网络上的紧密度也高 而且它会建立一个隐形的网络 所以我也会建议说 其实就是你们可以去办一些活动 是 比如说女生一起来美美的做 做凤梨书 那如果说你做凤梨书 这个完成的这个过程或环境啊 或是它是给消费者 现在有一句 有一个名词叫做体验式的行销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吸睛然后体验式的行销 如果可以让一群女生 就像你这么漂亮的一起做凤梨书 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 烘焙这种事情就是 好热这样 对 但如果你可以就是让一群女生 在一个很美的地方 制造这样子的体验式的行销 我来这边 然后我可以像Jason一样 很漂亮的做出很好吃的东西 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是很美 你会发现很多像那个矽骨人妻 有没有 对啊他在画面上那边好漂亮 然后做出来的食物看起来很可口 然后让他们去打卡 然后分享在自己脸书的上面 其实我对你 我觉得对你的品牌行销是 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不要跟其他的烘焙业一样 就是可能在粉丝团上就是 写文啊 然后赞助啊广告 其实你真的 赢蛋实在是输给大家 我觉得相遇最大的竞争力 就在一个有一个很漂亮的老板娘 然后告诉大家 就是即使女生你要创业 你要美美的 烘焙也要美美的 对 所以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美美的创业 然后创业也要美美的 然后也谢谢Jason今天来 大家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很好奇 Jason到底长得有多美 我可以 但是他的凤梨酥 我们不要失去教导 凤梨酥还是很好吃 你可以像他的脸书喔 他的脸书是香玉 香味的香 然后玉花园的玉 去看看Jason平常是怎么样 努力在他的创业上面 今天谢谢Jason咯 谢谢李师娘 谢谢 拜拜 拜拜